Hello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我来讲给砧板上游 这里我拿了三块不同的石木砧板 有些是我自己做的 也有现成的店里买来的 给石木的砧板上游 可以增强木板表面的抗滑痕能力 也可以彻底防止水渗到木纹里面去 导致木板发霉 更重要的是长期以后 可以防止木板开裂变形 从而大大增强砧板的使用寿命 那么好了,话不多说 下面就让我们开始吧 在给任何砧板上游之前 首先我们要保证木头里面的水分 已经彻底挥发出来了 如果你是刚用过的砧板 或者是洗过的砧板 记得一定多晾几天给它彻底晾干 如果你居住的地方比较潮湿 那我建议先把你的砧板 放在盐水里浸泡一天 也能加速木板彻底风干的过程 但注意,不要在盐水里泡太多的时间 24小时的盐水浸泡就足够了 因为泡太久的话 木板之间的胶水可能会泡烂 反而导致木板提前开裂 我这里拿了三块砧板的材质 都有所不同 画面最左边的这块是红铁木的 中间这块是红橡木的 而画面最右边的这块 是县城店里买来的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木头 不同的木材之间 吸油和吸水能力都有所不同 像铁木的密度就非常高 非常沉 它待会儿吸油量就会比较少 相对于铁木来说 橡木的密度就会相对低一些 如果你用水清洁过后 要让它风干的时间 也需要长一些 而且风干的时间 也取决于木板的厚度 我做的这块就非常的厚 而边上这块县城店里买来的就非常薄 相对来说也会风干的快一些 我这两块自制的砧板 都是我做桌面时 挖出来的边角料做的 具体的制作过程 我已经单独上传到了 我的YouTube会员专区 感兴趣的会员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相对于县城的砧板 我自己做的时候 就把边角打磨得非常圆滑 所以现在这个质感 直接上油就非常好了 而县城的这种木板 有时候做工可能没有那么精致 边上还有一些木刺比较扎手 你在上油之前 也可以用砂纸 把这些边角都重新再打磨一下 打磨到非常顺手 再开始上油 说完砧板以后 我来介绍一下需要用的油 给木板上油 我建议用菜籽油会比较好 因为这些砧板 都是你要直接接触食物的 如果你想让木板更加坚固一点 你也可以选择熟的压马籽油 我之前在给我洗衣房做桌面的时候 同样也用过压马籽油 当时我也简单介绍过 但是做桌面 最重要是保证它的强度和硬度 不是直接接触食物的 而做砧板 我们更要考虑的是食品安全 所以你尽量不要用油漆 或者木辣等那些不能食用的东西 那可食用的油里面 用菜籽油和压马籽油的效果非常接近 也是相对比较好的选择 如果你用花生油或者动物油的话 那一个是比较难涂抹 油没有办法彻底的吸到木板里面去 另外动物油什么的 反而很容易让木板发霉 那就失去上油保护的意义了 那除了油以外 再准备一点纸用来抹油 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工了 首先我从最左边的这块红铁木的木板开始 这种喷的油和普通烧菜倒的油都可以 因为成分都是一样的 喷的油适合于这种角落里面 你有时候手抹不到的地方 我就可以拿这个喷的油 在这边一喷 它油就可以很快的渗进去 这样操作起来就比较方便 可以看到油涂上了以后 木板的质感已经不一样了 会看上去非常亮 木纹的立体感也会很明显的体现出来 接着我倒一点菜油在这纸上 然后就这样 在木板上抹开就可以了 要注意木板这种顺着木纹的方向的横截面 这些地方很容易吸油吸很多 我们在这种地方多涂一点 有必要的话可以多涂几层 那木板的正反面记得都要涂 要不然的话呢 一侧保护好了 另一侧没保护 木板以后浴水会拱掉变形 我们尽量两边都涂的一样 这样就可以让木板永远这么平整 不会变形 那上网用的木板颜色会稍微变深一点 这都是正常的 材料湿的时候和干的时候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样检查一下有没有还没涂抹上的地方 如果确定每个角落都涂上了 那我放在这边让它晾干一下就可以了 那趁这块板再干的时候我就可以接着涂下一块了 待会给大家对比一下不同木头之间吸油的程度有什么区别 这样第二块像木板也涂完了 那最后这一块我也不知道什么木头 我同样也给它涂上 那现在可以看到每个角落也都涂满了 那这三块板我都涂完了 我放这边都稍微晾一下 给木板上油的一遍是肯定不够的 我们需要至少上两到三遍 但是在上下一遍之前我要等上一遍的油彻底吸到木纹里面去 它吸的越深以后防护性能就越好 大概需要等待20分钟到半个小时吧 现在三块木板表面看上去都是油亮亮的 有多余的油浮在表面 等一下看到表面这些油又慢慢变暗了 就知道油已经被木板彻底吸进去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接着上下一层油了 已经过了20分钟了 我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表面 像这块买来的木板 可以看到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变暗了 只有个别的地方还有高光的感觉 说明木油已经完全被吸进去了 而我边上这块橡木的呢 大部分地方还可以看到表面光泽在 但这一块这块部分感觉吸的也非常彻底 已经没有光泽了 说明这块木头也比较松 吸的也比较严重 但是最边上这块铁木的可以看到 基本上表面浮油还在上面 很少有地方变茅草 就个别几个点可能看上去比较暗一点 这就说明买来这个木头材质远远不如这种铁木来的好 中间空隙很大 油一下就被吸完了 像这种木头呢就得要多涂几层 而像这种铁木的呢 一层涂完再加个第二层就绰绰有余了 中间这块橡木的呢 介于这两者之间吧 其实吸油也吸的比较严重 但是相对于这块木板来说还是会稍微好一点 那和刚才第一遍使用完全同样的方法 我再把这三块板都抹一遍油 同样的我还需要等一段时间 让这层油也彻底的吸到木板里面去 趁它干的过程中呢 大家开动一下脑洞 其实所有木头的餐具都可以这样子去处理 来延长它的寿命 比如说我这套深色的筷子 买来的时候原来质感是非常好的 而是用了时间长的 这表面的油都会慢慢的被肥皂给洗掉 慢慢这样子的筷子你会感觉越来越毛糙 用起来越来越不舒服 那今天给砧板上油的套路 同样可以适用于木筷子 这些是我经常用的筷子 本来都是完全同样款式的 这些已经掉漆掉了一大半了 而这些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油了 已经变成这种白白的了 那我都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些筷子上上油 这样子就可以大大延长它们的寿命 把旧的筷子又可以恢复成像新的一样了 你看刚才非常白的筷子 现在已经变成这种深色的 和原来这个全新的筷子 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没上完的筷子拿过来做对比 是不是区别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基本看不出 哪些是用旧的筷子 哪一副是刚才全新的筷子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木锅铲 像这个木锅铲表面的油也快掉霉了 个别地方还有一点点残余 但大部分地方已经被围灶完全洗掉了 这个时候我也可以给它涂上油 等这些油被木铲彻底吸进去以后 那它又变成一个新的木铲了 等你觉得这些木头已经吸够了油以后呢 你把上面多余的油都擦除 因为只要保证它吸满了以后 再给它多余的油浮在表面也是没有用的 反而会让你感觉非常粘手 包括刚才做的粘板表面也是一样的 如果感觉油够了 我们就把表面多余的油给擦除 那刚上完油的东西呢 我不建议马上使用 为了让涂上去的油长时间有用 我建议放置24个小时以后再去使用 这样可以确保涂上去的油更深层的吸到木纹里面去 而不是只浮在表面 但是呢 我们现在可以做个简单的测试 就算现在这样 木油已经对木头起到保护效果了 我把沾着水的海绵的水挤在上面 可以看到 现在木板表面就像蜡一样 水就完全渗不进去了 你不管怎么弄 水都只会浮在表面 因为水油不相容 而木板里面吸满了油以后 也就和水不相容了 它就吸不进更多的水了 再等24个小时以后呢 整个木板就像打了蜡一样 之后使用完以后再做常规的清洁 水就不会渗进去 就更加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涂上去的木油也不是永久的 你隔半年以后 木油肯定会有磨水 会有减少 但到时候呢 你再把木板给晾干 再重新涂抹一遍油就可以了 其实今天讲了这么多 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技巧 像我这块买来现成的砧板的 说明书上都详细的告诉你 新买来的砧板 需要通过涂菜油这个步骤 把木板给保护起来 延长它的寿命 砧板的说明书上都会有血 那你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自己做了两块砧板 还去买了一块现成的砧板 刚才也看到 我用的木头 远远比买来的现成的砧板 要好得多 这里到底有什么问题 其实原因很简单 我自己做的这个是非常厚的 我设计是用来剁骨头用的 但是这个厚度呢 放在洗碗机里 就没法好好积洗 而这个买来的砧板 它非常薄 其实就只有两个筷子的厚度 那像这种薄的砧板 可以放在洗碗机里一起 切轻的东西会比较方便 所以我单独买了 但是薄的砧板 切骨头什么的 很容易把它给剁碎了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 我这种自己做的砧板了 当然要薄的砧板 你当然也可以用薄的木板 自己去做 视频开头都说了 教程我都有 方法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其实薄的这种木板呢 你买一块现成的也非常便宜 像我这个就10块钱 我觉得就不值得 自己去花时间加工了 去切板了 而后这种板呢 你一卖要卖几十块钱 那这个时候就非常适合自己去做 而且像我这边用的都是边角料 本来要丢掉木板来做的 相对来说就非常值得 不仅没花钱 也减少了垃圾 那好了 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有帮助的话 记得在下面 帮我点赞支持一下 想了解更多 自己在家DIY动手的内容 也不要忘记点击下方 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那么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 我是Candy 我们下期再见